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飘速又拟罪 存费争议持续 同期自杀案 我可以骚 你不能绕行动 84岁跨性别者高调出柜 男性参与反对性别暴力 互联网验照反腐 女权主义者在行动 年度性与性别事件评点活动 由北京联益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召集 活动自2008年开始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今年的评点活动由11位性与性别灵营的学者 社会活动家共同完成 我们看别人离婚或者不结婚 或者当同性恋 或者结婚 但是找我们认为不合适的 我们当固对的人 我们是判断他们觉得他们是问题人 还是我们是去理解支持尊敬 发布会上还颁发了2012年 性与性别维权人士奖 行动的女权主义者获得该奖项 率先发起占领男色和活动的麦子佳 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活动的行动者之一吴小燕 带雪的婚纱抗议家庭暴力活动的参与者陈亚亚 才现场装扮走场 使各路媒体记者一路追开 在之后的讨论中 暴露与骚扰的话题更是带出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故意在一个公务场合骚的话 或者说穿得非常不得体的话 实际上你等于是向周围的人发出了一个 他对你可以 周围的人可以对你扰的一个邀请 当你如果开着您的宝马车 穿着您的世界名牌服装在街上走的时候 是不是在邀请别人对你进抢劫呢 如果这个国家和莫迪克 下一个国家的网站穿着护察网站的大街上 我这不可以骚扰你们啊 你看我这床的建筑 我这喜欢这样的人 我这不可以在地点上招牌他们 那咱们是一个新闻启示的问题 那你需要参加暴露 每年我们的新闻事件的评点当中 都会特别关注到 从落实群体的事件 因为性热视群体的生意 又加三多 会更多的凌处了很多 会为性权啊 会为性别的思考 今年的那个十大性别与性事件里面 其中有两个跟LGBT有关 一个是一个高龄的 transsexual 他是高调出贵 他们好像更加被大家忽视了 所以要关注他们的权利 另外呢就是同期的问题 成为一个今年入选的题目 这个同期的问题真的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估计了一下大概有1600万全国 这个是按照就是同期恋的人数 和同期恋中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会跟一起恋结婚 是吧 所以就男同期恋啊 所以他们会造成大量的同期问题 这个同期是非常痛苦的一群人 这个是人生的悲剧 就是我们应该 关注这群人的命运 就是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的发生 我可能自己的性别身份 未必是同志啊 或者是别的一些LGBT 但是有多种可能性啊 因为你在这个社会当中 有可能你今天不是 不是那个多元 不是边缘 明天有可能在另一个领域 你就是边缘 你就是多元 我总体上 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呢 我觉得是 你的媒体上 对于少数性别的在线 越来越正面 那即使是有一些不正面的地方呢 那么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 就是说大家在争论中呢 增强自己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很好的发展趋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